而地震搜救进入第七天 目前还有五人在沙卡当部导失联 而搜救人员在0.85K处捡到了一只鞋子 而进而推估了可能是新加坡籍的夫妻 受困在五间屋的附近 而有导游也指出了 他的游客在观景台曾经遇过这对夫妻党 但大家在五间屋避难的时候 就没有再见过这个两人 所以新加坡及夫妻有可能是受困在大景观台平台 以及五间屋之间的范围 远处走来两个人影 这是德国旅客3号当天在沙卡当部道内的观景台 拍下一次新加坡夫妻党出现的最后身影 距离步道口大概一公里处 距离五间屋大概500公尺的地方 现在成为搜救新线索 到五间屋才开始地震 所以他们在这边有一个很比较宽阔的一个地方 可以去避难 花莲墙镇搜救行动持续 新加坡夫妻一次前往五间屋 但没有被巡获 一名载着德国旅客的导游 也提供在观景台时 拍下疑似新加坡夫妻的照片 就带着他们在那边避难 避难之后那四个原住民也很好 就是提供他们 他们那边卖香肠 有卖那个山猪或烤肉 还有咖啡还有水 都提供他们吃了一整天 所以他们比较没有那个 对没有土 8号傍晚搜救队员在0.85K闻到味道 后来确认七位来源是动物尸体 因此排除该地点 不过后来又发现了一只疑似男性的鞋子 不排除是新加坡夫妻所拥有 9号将针对这个区域加强搜索 由于现场余震以及降雨不断 搜救人员将会先进行空拍 确认地貌有变化 之后搜救人员仍然缤分两组 重型机具走水入 地面挺进 六人一犬 在0.85K处扩大搜索 希望有好消息传出 记者 纵路报道